不可以這樣 拜託你好不好 你不要這樣子 彰化二玲這名成性男子 因為拒絕隔離 衝出病房失控嗆聲 還拿面火器跟醫護人員對峙 被判刑五個月可以緩刑 但還是有人沒有學到教訓 同樣是彰化 有另一名周姓婦人 她在去年六月時確診 住進隔離病房 一開始都很配合 但住院七天之後 卻在一天兩度逃離隔離病房 周姓婦人明知自己病毒傳染力極強 卻在醫院走廊庫房逃生梯到處亂闖 最後被護理人員扛回隔離病房 周姓婦人不過防疫規定 兩度逃離隔離病房 有傳染疑慮被起訴 她事後坦誠自己因為口渴 想拿水喝才會到處亂跑 最終被判拘役五十日可以緩刑 但條件是要支付公庫兩萬元 要替自己講不聽的行為付出代價 這張話綜合報導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 好幾把幾次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定 好幾次 太好了 太好了